东归先生原创 鱼缸灭霸 春节过后,今年的第一次野彩 春天真的来了,小龙虾出来的更多了 当然,鱼还是那些鱼没有新的品种 原尾斗鱼,果岛 小龙虾,幼苗和亚成虾 看起来可以考虑再增加一个鱼缸了 在这些鱼中,有一条个头最大的 大号砂糖里,砂里啪 小号的砂糖里倒是经常能捞到 大号的确实不多见 砂糖里成鱼体长十几厘米 这条就是成鱼了 放入鱼缸里了,养小长臂虾的那个缸里 砂糖里是凶猛的掠食者 纯肉食鱼,主食小鱼虾 看看砂糖里的大嘴巴就知道了 作为原生鱼爱好者 虾虎鱼大家都养过 砂糖里其实就是超大号的虾虎鱼 习性及饲养方法都同虾虎鱼 东归先生的这个大眼贼虾缸 原先虾子很多 自从里面放入的原尾豆鱼越来越多 虾是越来越少了 豆鱼是吃小虾的好手 目前缸里的黑壳虾一条没有了 小长臂虾还剩几条 再加上缸里的这条黄骨鱼 这虾缸算是废了,要换个缸开虾缸了 上一次也采到这么大的砂糖里 还是在两年前 在那条砂糖里吃了两条小金蛙后 将它转移到了乌龟缸里 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这条砂糖里估计又会成为缸里的灭霸 看看能忍受它多久不宜缸 东归先生制作,谢谢观看